说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 县城才是中国的真相 北上广这样的城市 中国只有三个 但中国却有2856个县 这2000多个县的经济总量 占到了中国经济80%以上 某种意义上你都懂了这些县 你才算真正的了解中国 中国的这2000多个县 有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基本上由五大阶层组成 第一层是官员阶层 在一个县域社会的各个单位里 实权都掌握在政科级干部手中 这批人就算是这个县里 体制内的经营人物 第二阶层就是老板阶层 这些人很早就开始经商创业 积累了一定财富 资产大概千万左右 这个群体在一个县里大概只有两三百人 第三层就是工薪阶层 包括体制内的那些普通工作人员 政府办事员 老师 医生等等 相比于官员阶层和老板阶层 这一阶层的人数量就比较庞大了 大概大概有两万三万人吧 第四阶层应该算是个体商户的阶层 比如那些在乡镇或者县城开店经营小商业的店主 这样的店一般都是富气店 和工薪阶层差不多 大概也得有两万三万人吧 最后一个阶层就是农民阶层 对于中国大部分的县来说 农民阶层是绝对的多数 他们是整个县的社会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 除了种地以外 主要靠外出打工为生 所以说一个县有几十万人口 但是真正有权有势 只有那几百个人 县城的风云变幻都在这群人手里掌握着 所以你又属于哪个阶层呢